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槟城刘华同学会会长 陈焕仪律师 我从事法律工作 也很关心中国政治 我注意到在一些中共官员的简历中 有些人是中央委员 有些人是中央候补委员 我想请中兴社问答二十大栏目为我解答 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区别 他们都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谢谢 陈焕仪你好 以中央委员会作为全国性领导机构的党派或团体 一般设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在中国两者通常特指 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对于拥有九千六百多万成员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和他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是他的最高领导机关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委员和候补委员 他们每届任期五年 在实际工作中 中央委员会成员均可出席中央全会 有发言权 中央委员比候补委员多了选举权 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之一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首先 他们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领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其人选还应当集中各个地区 各部门 各个行业 党的执政骨干和优秀代表 政治坚定 素质优良 分布均衡 结构合理 根据中共党章 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采用吴静明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的 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名额 也是由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 以十九大为例 2016年2月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成立 十九大干部考察领导小组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 负责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人选的推荐 考察和提名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 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提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等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 提请中共十九大主席团审议 在十九大召开时 按照大会通过的选举办法 经过酝酿人选 差额预选 酝酿通过候选人名单草案 最后采取吴静明投票的方式进行差额选举 选举出由376名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据了解 所公布的中央委员名单是按照信誓笔划排列 而中央候补委员公布名单时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名的方式 为什么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的排序方法不一样呢 据中共党史专家介绍 按照党章规定 中央委员名额出缺 由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因此候补委员的名单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序 通常递补的时候也会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